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大家讲这个成语 将持有道 将和持这两个字都是从公字旁 它都是和公有关的 将是什么意思呢 将公上面那条弦 双上去拉紧它 就为之将 持就将那条弦放松 所以这两个字是来自 由公和弦来的 是用来表示收紧 或者紧张的意思 另外一个就表示放松 松弛 这个将字 还有很多其他的解法 打开就叫将 例如将开眼睛 将开嘴巴 我们又可以说是放任 例如说这个 将狂 囂张 又可以解释方张的将 又可以解释方张的将 安排一些东西 可以将它当作动词 就是用这个将字 这个将字 还可以用来做量词 这个中文的量词 就是玩死外国人的 你说什么是一张张 或者是纸一张张 一包不懂得讲张 一张纸一张嘴 一张桌一张床一张刀 这是一个量词 这个将是很常用的一个字 这个持 没有那么多解法 都会解放松弛 持缓 就是放松的意思 如果局势很紧张 相反 局势现在 持缓了一点 就是放松了一点 持 也可以解释 大坏的意思 就是 如果说持费 制度持费 就是你没有掌握 它整一整一 就 大坏了 这叫持费 好了 将持有道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 就用这个收紧 和放松 来到去 形容管治的一个手法 所以 这些是说管治的艺术 本来出自礼记 礼记有一段说话 就凭周文王 和周武王的管治之道 他说 一张一次文武之道也 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管治艺术 就在于什么呢 有时就收紧 有时就放松 你不能够永远收紧 不能够永远放松 就叫做一张一辞 那 如果我们 就是做管治的人 管治者 能够掌握 这个这样的艺术 做到 将持有道 那 当然 那个效果就最好了 那 特区政府 他抗疫 都是将持有道 即是说 我不是一尾收紧 不是好像有些地方那样 暗冷是封城 禁锁 禁锁 什么人都不禁锁 我没有做到这样 但是我又不是松到任你去 而且有些时候我又收紧些 有些时候我又放松些 那叫做将持有道 但是这个所谓有道呢 你都要掌握得准才行 即是说应该紧张你就紧张 应该松弛你就松弛 那么 是否我们特区政府的抗疫 真的做到 很准确 将持有道呢 那么 大家来评论一下